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多空奇盛 那麼今天加先指數做一個平盤的震盪整理 如果今天遇過成交量 尾盤沒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大概成交量會小於700億 那麼我們上個禮拜再提醒說 這個大盤來到相對高檔 雖然你看到指數不斷的往上墊高 每天5點10點8點的慢慢在墊高 可是問題是整個成交量 它越來越小 如果今天沒有錯的話 如果成交量等一下預估成交量 成交不到700億的話 那麼會創下這個波段以來的相對低量 這個低量我相信多空的看法 在這三天的論戰裡面 那麼很多人在討論說指數的漲跟跌 其實我認為意義不太大 因為就整個指數上面來講 我說過的除非美股出現連續性的重挫 在這一邊在520之前 指數上面還是會有人照顧 所以上個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那麼你看到台股出現三根小紅K棒 或許你就可以感受到說 我們研判行情的威力 可是問題是當指數沒有在跌的時候 你的股票領先破底 或者是讓你套牢 那麼你反而要更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站在投資朋友的立場 我們不斷的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3月17號 甚至到4月的時候 我們講過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資金它是由小轉大 那麼小型股在這一陣子 其實 除了機檔比較特殊的例子 像創捷或者是陽城 這種出現連續性跳空 往下走 或者是連續性中挫的 中小型股 會讓你比較有警覺性之外 其他大部分的中小型股 都是走一個慢慢盤跌的過程 它並沒有出現連續性的擊殺 可是問題是 當你股票在相對高檔 當你聽不到利空 當你不知道為什麼股價會跌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們這一陣子一直告訴大家 現在台股有人在撐指數 那對你來講是好事 因為弱勢股破底之後 它如果有反彈 最近這檔股票反彈的很兇 很兇悍 3498的陽城 這檔股票連續性中挫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149塊錢跌到78塊錢 出現三根紅K棒 所有人都會去討論這三根紅K棒 但是沒有人會去討論這兩段的下跌 對不對 所以 股票市場按照我今天的觀察 它還是比較偏多方解讀 可是問題是 也就是因為偏多方解讀 如果多方真的要攻 多方他真的要攻 今天的成交量就不會到700億之下 所以 以多空的角度來看 現在已經開始進入了所謂多空表態期了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預告了 如果這個股票反彈 最多就是三天 再強一點可能是五天 但是 如果弱一點的股票大概反彈一天 它就會破底 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陣子在處理 很多投資朋友手上的股票的時候 我們都告訴他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你喜歡操作中小型股 那麼你本來就要小心 這種股票它股性本來就會比較 票漢一點 那尤其是台股來到相對高檔 你說現在位置低嗎 8900點好像也不算 低對不對 那麼台股的成交量在不到 700億的情況之下 你認為 你個股上面能夠逆勢 突圍的機率有多高 就好像一檔股票在拉滾量的過程裡面 如果後面沒有買單追價 反過頭來講 那麼往上創高的機率就不高 那回過頭來說 如果一檔股票它是屬於跌升 好 反彈上來的過程裡面 人家都只是在強反彈 並不是因為業績 也不是因為基本面的回升 那麼我請問你 它能夠再創新高的機率 有多高 所以講到現在還是要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今天價捐指數 雖然只有在平盤附近做震盪 但是它的成交量已經告訴過你了 來 今天收盤的結果是711億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今天成交量 它還是屬於一個相對量縮的 相對量縮的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 特別提醒過大家說 這一天8886點 下殺下來的過程裡面 它也是不帶量 對不對 因為沒有超過1000億值上 很難去做一個大幅度的轉折 但是我們當天就下過定論 我說 下跌的過程裡面 叫做養套進行 什麼意思 你在指數墊高的過程 你會讓市場失去戒心說 這個股市好像也是蠻強的 有人在照顧指數 對不對 就連同今天回過頭來看 今天加減指數連續3根紅K棒之後 慢慢的墊高 往上站上的月線 可是問題是站上的月線之後 如果沒有辦法代量克服這兩個反壓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不代量的轉折叫反彈 不是嗎 所以回過頭來講 5月14號 大盤上漲57點 我說台股不會跟 為什麼 因為整個上漲5點的過程裡面 我說 結構上面看起來好像 指數上面沒什麼事情 但是如果你用520行情來看 我不認為多方會有多大的利基 除非他放量往上攻 所以當上個禮拜五 我們提醒過大家 尾盤拉台的是金融股 拉台的是台積電 那代表什麼 流動性的陷阱 已經展開了 所以 今天如果台股再往上走 今天小漲11點作收 如果只是為了坐駕 我認為是不利於趨勢 因為來到高膽設斷的末端 你今天講520 就在明天 對不對 如果你講起貨結算 那麼就是在後天 不管是520 或是後天 多方位的撐盤 把指數給墊高 我認為轉折已經在即了 你要等待轉折 你不如佈局 轉折 我覺得這個觀念比較重要一點 我們在這一陣子幫 各位投資朋友調整 持股的過程 通常講的就是 你個別股只要轉弱 基本上你不要去預設低點 因為 如果股票市場現在是在 4000點5000點 你說這樣子撒低可能有點危險 對不對 因為可能股價馬上做反彈 可是問題是指數是8900點 你說現在 如果股價破線 算不算撒低 我就認為 有待商榷 因為 股票會領先轉弱一定有原因 就像說你在相對高檔買到的股票 為什麼當時有利多 當時爆大量 然後你進去買之後它不漲 這個就是一個危險嘛 不是嗎 所以我們談到大盤 我一直講過 如果大盤沒有出量千億之上 多空要發生比較大的轉折很難 但是就量能潮的觀點來看 當5月8號反彈到第8天 我們就提醒過你 這個叫量縮格局 尤其漲的叫金融股 不利於多方 對不對 後面進行三角收斂 我說量縮到極致 一定多方轉折嗎 不一定 因為上一次發生量縮之後 出量轉折是往下走 對不對 所以我說三角收斂 你要注意的是末端 有什麼風險存在 上個禮拜五 量縮到極致 對不對 這個禮拜也是一樣 如果沒有發生什麼大意外的話 今天的成交量又是700億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整個量能潮它還是萎縮的 既然量能潮不到700億的情況之下 那就提醒過你 雖然尾盤做一盤的補量 但是 整個盤 盤中預估成交不到700億就代表著風險它越來越高 一旦流動性陷阱賣壓開始宣洩 後面的力道會比較強 正如同之前這一根1343億的成交量一樣 如果多方要攻擊 你可以把這根黑K棒變成紅K棒攻上去 可是問題是你認為機率有多高 就美股的狀況來看 機率是不太高 不太高 所以我們這波在講到指標股的時候 我一直強調 高價股才是這一波中石戶的心裡面的態度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再談到一個觀念 其實上個禮拜台積電 最高點是來到123塊 那麼 三大指標裡面 台積電 100 100塊錢直接供到123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通通沒有背離 就只有這一次往上挑戰 平高點 有機會產生背離 那麼一旦背離做確認 如果台積電往下做拉回 測試季限 那麼對於大盤來講是比較不利的 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今天台積電休息 來 台積電上個禮拜五123建高點對不對 今天震盪拉回做休息 休息之後今天接棒的是誰 今天接棒的是大立光 大立光尾盤收在1980塊錢 代表什麼意思 測完月線之後開始往上走 那這三大指標我們強調過 如果以電子股的角度來看 這三檔股票都有機會再去挑戰一次新高 可是問題是 如果挑戰新高之後 後面產生股價跟技術形態的背離 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這一波在強調的事情是 你看到這些指標股在漲 第一個你不要太興奮 你要隨時告訴你自己 我的股票有沒有比他們還強 正如同這一波很多的高價股 你說 徐老師真的 我買的是高價股都沒有漲 我回過頭來看 我當時如果 買一張大立光 我後面還賺的比較多一點 我說對啊 當你看到大立光往上漲到 2050塊錢的時候 很多高價股都已經脫隊 所以 我們在講流動性風險 最主要目的是要告訴你 今天有一檔股票又破了新低點 他叫雷迪克 那你說這檔股票怎麼這樣子 之前LED不是說很好 我說說很好的時候再爆大量 對不對 可是股價跌下來成交量完全量縮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這一波量縮往下走 直到最近殺出量來 已經從百元俱樂部被踢出去了 那你說這樣子是好事嗎 如果你手上有類似這樣的股票 就不是好事 對不對 所以 今天第三檔指標股聯發科很多人很期待 眾所期待 聯發科能不能帶起 IC設計股再攻一波 那我相信今天聯發科的走勢會讓你失望一點點 今天收在492塊錢 跌了10塊錢 接觸形態上面來看 這邊爆大量對不對 利多爆大量跳空漲停板竟然沒有再攻 而且補了缺口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三檔指標股 大力光在上個禮拜五已經 稍微的表現過 這個禮拜就更強了一點點 那 台積電 123塊錢 已經拼了新高點 但是沒有做越過 今天聯發科 如果他再不攻 那這三大猛將就少了一元 就少了一元 以結果論來看 可能這波要直接往上攻擊的力道 會相當的薄弱 你反正要特別留意 明天是520 有一個 應該會有一個演說啦 另外禮拜三有一個台子期的結算 那麼結算過後的量能 如果快一點就是明天 慢一點就要後天 整個量能會開始做一個放大的動作 那放大出來之後就會決定方向 你要在決定 方向出來之前 就趕好做好準備 我認為這個才是最關鍵的 所以等一下休息回來之後我們會針對 某些高價股跟高檔轉弱的股票 特別提醒你 如果你不做空沒關係 但是你要避開 這些風險 血壓之後 我馬上回來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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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就在这里 五十七瓶大字帮原始雅院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专业的研究部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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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钟 3分钟 5分钟 3分钟 3分钟 5分钟 3分钟 你應該心裡面的股票 我相信你自己看你手做的股票 大概心裡面就有個底了 那為什麼我的股票會比較弱勢 是不是徐老師之前有講過 哪些高檔轉弱股票 已經轉弱了有反彈上來要先避開 那這個觀念我相信 我們在這半個月的時間 讓很多的投資朋友 你或許沒有反手做空 但是你在操作上面 你就會特別的謹慎 至少你沒有受到重傷 我之前算過一個數字給大家聽 我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我說如果你手上有1000萬 那麼當你輸了五成 剩下500萬的時候 你現在是要再回到你資產的淨值 1000萬必須要賺一倍 你賠五成你竟然要賺一倍 才能夠賺回來 我相信這個數字讓大家覺得很 真的啦講起來真的是蠻恐怖的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的事情是 你不要認為指數在這邊高檔做增長整理 你的股票就安全 因為我們之前強調過 我說為什麼我在五月初的時候 做了這張圖卡給你 然後我希望你去想 現在已經快要520了嘛 這十幾個交易日過去了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真的耶 有些股票在相對高檔 怎麼利多出來它就不漲了 不是它不漲是 本來利多會出來一定有人比你早知道 對不對 那利多一出來就開始出量 出量之後你認為要突破 突破就進去追 追完之後就耗勞 那第三步是什麼 我相信你心裡面應該會有一個警戒心給拉起來 這也是我的目的 我希望在指數上面你不要太多所琢磨 因為我說過的520之前 指數這方面你不用太擔心 會有人照顧 可是問題是個股就不一樣了 當你看到100檔股票 有95檔暴利多 當然不會95檔通通跌 但是只要跌一半就好 你光進去做多 就有一半的風險 是股票會跌的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常常講的觀念 個股有個股的走勢 就是如果一檔股票陌生段走完 進入初跌段 你就要先懂得避開 因為你不避開的話 後面如果迎來初跌段 你想逃的機會都沒有 那反過頭來講 如果一檔股票在初跌段你發現它 反彈上來你逃命 甚至反手做空 你這邊賠的 這邊可以把它給賺回來 甚至還倒賺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好像說你之前如果看到 宏達電的股價 就很符合這一張的走勢 對不對 我對宏達電沒有什麼大意見 但是它完全符合 我們技術理論跟實際的運用 出生都在400塊錢 漲到1000塊錢你不敢買 結果1000塊錢 漲到1300回到1000塊的時候 你就敢買 結果你發現 欸不對 跌到800你不停損 跌到700你不停損 後面趴人跌下去跌到400塊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初跌段就先避開 你反手做空 你這邊賠掉100塊錢價差 你這邊可以賺600塊錢價差 把它給賺回來 對不對 當然這個叫周線 又有一個長波段的趨勢來看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在這邊的股票你不走 你這邊你就沒辦法走 這邊你就只能加碼攤平 好一點還有反彈 但是弱一點的根本就不會反彈 直接接這一段 那就會很慘 那就會很慘 所以我們一直提醒大家的事情是 站在保護投資人的立場 就像我們所有的分析節目都講過 過去的績效 不代表未來的績效 對不對 但是我過去講的每一句話 你都可以把它給留下來 印證這個老師講的到底對不對 就好像我在講說 高價股大力光在漲 你不要太高興 因為全市場就只有這麼一檔大力光 而且你不會買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當時的言論是什麼 當大力光漲到2,050塊錢的時候 每個人都歡天喜地 哇不得了 台灣有一檔股票看到2,000塊錢 對不對 我們的歷史定位非常的漂亮 結果你不敢買大力光 你去買玉金光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你被套牢了 為什麼你不敢買大力光 這股價再高檔又那麼貴 我當然不敢買大力光 我去買相對低檔的玉金光 結果玉金光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股價它是破底的 不是嗎 所以你不能用 不能用同一個族群裡面 領先股很強 你就認為說其他股票也要漲 以大盤木傑的成交量來看 這個機率很低 就只能獨強 那獨強的結果就會發生說 就譬如說 假設我 一個投資組合裡面 我有三檔光學股 如果我是法人 那我發現大力光會一直漲 結果其他兩隻光學股脫對 我會做什麼動作 我會砍掉弱的那一群 去加碼槍的那一隻 你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們過去再講說 如果高檔爆量的股票 就譬如說像這一檔 我之前講過這檔股票2425的層起 我們之前在講這檔股票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沒發現它 那為什麼這檔股票後面會讓人家受傷 因為從低檔漲上來漲10倍 你沒感覺 結果股價一拉回 你發現說好像有機可蹭 對不對 因為底部平台相當的完整 如果你不看它波段的漲幅 你認為說突破拉回景線就是買點 結果你進去買剛好在這個位置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後面股價連續重挫而且破底 你說台股現在成交量這麼小 每天成交456張300多張的乘起 有沒有機會去做一個強力反彈 或許有 可是問題是它如果破底做反彈 也是什麼 也是建立在反彈的格局上 更不用講說它並不是市場上很熱門的股票 最近會熱門的股票都是之前人家瘋狂討論的 就譬如說像創結 145跌到109我就告訴過你 這叫法人棄養對不對 5261的創結有沒有反彈 有啊 反彈四根上來對不對 為什麼你會想到它會反彈 那是因為最近 很多人在點名這兩檔股票 都是波段最弱勢法人棄養的 一個叫養成 一個叫創結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當有人不斷的在講它的時候 股價就會反彈 但是 有些高檔轉弱股票根本就沒有人彈 你認為呢 這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為什麼有些股票高檔轉弱你先避開 至少後面你不用去等它反彈 對不對 回過頭來講 有些股票是跌到相對低點有反彈格局的 那我們最近在看這一檔股票 8121的月峰 我是496追空 496追空 後面破底我補掉 可是問題是補掉之後 8121月峰 這兩天有沒有反彈 有反彈對不對 反彈建立在哪裡 建立在它來到年線附近 可是問題是你回頭過去看 12345 這五天的格局裡面 它並沒有強彈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類似像這種 已經先轉弱的股票 它只是因為年線來了 再做支撐 可是問題是 就技術形態的角度來看 已經領先破季線的股票 來到了年線 年線這樣子一段空間下來 所有的投資朋友你應該都知道 一個技術形態被破壞掉 最少要1到3個禮拜 除非直接V轉 要不然是1到3個禮拜 要整理消化籌碼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如果你股票套來在相對高檔 來到年線附近 你會去猜 會不會有反彈對不對 那反彈過程裡面要怎麼做 就像我們之前講過 某些波段弱勢的股票 3057的橋頂 這兩天有沒有反彈 有啊 破季線之後來到年線 年線附近做反彈 但是反彈上來呢 這一條叫月線 如果月線再月不過去 之前來到月線就跌 月線就跌 這次來到月線 它如果再攻不過去 那是不是又變成另外一個波段的空點 所以 不要因為股票反彈 就認為它要V轉或回升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危險的 股票不怕急跌 股票怕緩跌對不對 所以我們之前在講高檔轉弱的股票也是一樣 我們的看法並沒有改變 像連倉 26塊錢我空 原因其實很簡單嘛 我都寫給你了 高檔指標被利利多不漲 8塊錢漲到30塊錢 波段大漲領先跌破季線 空完之後破底對不對 對嘛 所以最近連倉有反彈 來 反彈的形態弱不弱 非常弱 這表示什麼 表示這邊套牢的人 在等待它V轉上來 有些人已經沒耐心了 更不用講 有些高檔轉弱的股票 像我們去空8039台虹 你說為什麼要空它 理由全部寫給你嘛 你也看到融資暴增 你也看到高檔暴量暴力多 對不對 當別人在這邊追價的時候 你反而要去想 為什麼我們在空 空在64塊錢 上個禮拜五跌停 跌停完畢之後你知道嗎 它今天的股價跌破大量區的低點 60塊半 8039台虹越來越危險 很多人會去期待這條季線之支撐 但是量性價行告訴我 這一根跌停板打下來 這個低點破了 波段的角度 我以波段的角度 在這邊破大量區的低點 絕對不是好事 所以有些股票容易走V轉的 我希望你特別的注意 因為這種股票中小型股 一旦回頭 它就很難很難在短線上面直穩 類似像這種股票 高檔肩頭翻轉的 你都可以進行放空的動作 重點是在於 向下做價差的過程裡面 你要先調整好自己手上的持股 你手上如果真的有弱勢股的 記得 好好利用明後天市場氣氛 還可能會不錯的時候 趕快把它給調節掉 跟著我們一起 轉換戰鬥模式 開始放空股票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旁邊 區域 即是 水 為 需 因人 覆蓋不休 地規蒼全 水虛、平生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专业的研究部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新闻熟患 镜像评仪 增值金专 万丁首选 请用随爱 净欢迎 双集会 2976001 德国的这个Vanguard教授 他提出来的是 摇篮到摇篮的一个 精灵的模式 其实是另一样的一个 生态 是